中铁建职优胜预期,股息增派,大把水位在后头,2020年,中铁建营收9103亿元人民币,增10%,顺利223.93亿元人民币升11%。 看此普通,其实极佳,去年首三季赚148.79亿元人民币。按年跌1%,第四季大赚75.14亿元人民币。按年增幅高达53%。预测P2.4倍PB0.23倍。 2.中铁建去年新签合同2.55亿元人民币。相等于去年营收2.8倍,大增27.3%,增幅亦远高于一年的营收。为未来数年盈利增长打好基础。2021年,预测盈利再增14%至255.3亿元人民币。预测P2.4倍。 过去6年,平均P6.6倍。现时折让近六成半。 3.中铁建2021年预测PB低至0.23倍。 较6年平均0.79倍折让七成。 4.中铁建2020年没息0.23元人民币,指派没息。 增10%。2021年预测P0.26元人民币。 股息率6.1厘。远高于过去6年平均的2.5厘。 现时股息率高。主要是股价大跌的结果。 现价较2015年高位跌去百分之七十一。 5.中铁建现价较去年初高价8.95元低百分之四十四。 同类股中交建1800与中铁390平均指低百分之二十二。 中铁建业职性同业。股价却跌突。 中铁建现价5.03元。目标价8.95元。 潜在升幅百分之七十八。 瑞讯体12.58元。 中银国际体10.18元。 同场加映。华电国际1071前晚宣布没职。 昨日股价弹升百分之七。 收2.4元。 去年纯利41.67亿元人币。 增百分之23。 公司本月三日已发业职快报。 赚42.04亿元人币。 业职并无重大出入。 特别的事。 在EPS0.33元人币增长百分之14的情况下。 派没职0.25元人币。 大增百分之五十六。 股价昨日升后。 股息率仍高达12.3厘。 华电网绩P5.3倍。 除息后理论价P4.7倍。 假设新年度盈利增长百分之八。 P将降至4.4倍。 仍然偏低。 目标价重温2.9元。 中信证券体3.85元。 中金页3.21元 中金页3.21元。 中金页3.21元。 感谢观看